7月已踏入尾声,港股就算最终有七番新,相信都不是太令人兴奋。8月会怎样,若以全球股市火车头美股作前瞻?恐怕又再挨打了。7月就快过去。8月恐更不尋常,因美国与伊朗陷入口水战。 8月会会进一步升级,继而引发油价大幅波动。现时美国与伊朗的处境是,美国将在11月恢复对伊朗石油行业实施制裁。 而在8月6日前,美国将先实施金融制裁。除后生效的其他制裁包括对伊朗的黄金和贵金属贸易、石墨、女、钢铁和飞机零部件进口进行制裁。到了8月6日星期一,大家就会知道。 欧盟在解决伊朗核协议问题是否取得进展?由于伊朗的货币正在崩溃。不认为他们将做出温和反应。 许多公司一直准备退出与伊朗交易,因担心违反美国制裁措施。会损害进入美国市场和金融体系。 他警告,目前很有可能的情况是,如果欧洲不能挽救核协议,即走到要过美国制裁的办法。伊朗就会讨论重启核项目。 即恢复已暂停的核活动。由于伊朗将核协议视为商业协议。 除非欧盟走到办法继续购买他们的石油,并继续向伊朗进行直接投资。 否则在9月或年底前,伊朗核协议就会成为历史。大家不会知道中东这个夏天会发生什么事。 油价难免大幅波动。美国与伊朗若动增格后果非同小可。因油价会爆升,若以死为监。 由于油价上半年以内涨于20%。恐令下次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。 美国过去六次经济衰退。有五次就是发生在油价大升之后。 导致全球同吃苦果。回顾最近期的2008年。 当年7月,美国汽油价格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。 股神巴菲特警告爆炸式通胀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。 结果2008年10月发生了金融海啸。 自二战以来,油价快速上升,一直是引发经济衰退的有因之一。 若以此推算,美国在2020年陷入衰退的机会由28%升至34%。 一旦油价短期内升至每桶150美元,将会令美国经济增长停止。 如果油价达到每桶100,125,或150美元,就会触及灾难临界点。 不只是美国,全球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。 若美国汽油价格每增加1美先,消费者年度支出了减少10亿美元,每增加10美元。 一年后美国经济增长将降低0.1%至0.15%。 目前的形势是美国自从5月退出伊朗核协以后。 近日正要求伊朗原油买家。 必须在今年11月4日前完全停止购买伊朗原油。 当中华有豁免,但相信数额不多,双方持续不断的口水箭孔会导致伊朗封锁海峡。 阻止全球30%原油出口,即涉及每日1900万桶。 最终华会令油价一下子暴升至每桶150-200美元。 松宜让城灾难。 投资者8月绝不容忽视美伊局势。 那么,股市会有运行吗?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五。 意味着美国股市7月止如下三个交易日。 由于标指截至周四7月26日累升约4.3%。 只要这三天能保持升势结尾。 将对今年全年起着重要意义。 由于今年4-6月美国市升市。 分别升0.3%,2.2%,以及0.5%. 若7月埋单亦是升市的话。 就是连续四个月上扬。 若翻查历史。 至1928年以来。 标指指有12年六得4-7月军事升市。 网绩显示。 全年将会是100%升市作结。 平均回报达10.8%, 8月升市机会值约54.5%. 为升幅十分少。 换句话说,8月难有运行。 值得留意的是, 近年测试期准。 2016年7月预言美股未来一年最小狂飙20%。 今年1月了见顶调整。 3月呼吁留底。 到6月形看好。 股市快调整。 历史显示。 每当标指升至某程度就要调整。 目前的升浪由4月开始。 已有足够有因了。 了很快要下跌5-10%. 因为美股已到了超买区间。 而且只有52%标指500大成分股处于10天线以上。 估计后市会转趋波动。 以市为监。 1930年代股市是怎样? 美股倒五成。 其实。 8月小时。 股市似1930年代财势大事。 回报跑赢薩罗斯二号称恶黄的达利奥自2015年以来。 就已多番强调目前全球以1930年代大萧条前夕。 更在今年5月警告。 现时全球金融炸弹正处于10点钟位置。 距离12点钟爆煲的日子不远。 他多番强调。 目前无论是货币或财政政策。 都预示着风险资产将会经历明显的大幅抛售潮。 当中。 股市会受害最深。 楼市都会跌突弱达利奥正确。 大家就要看看80多年前的画面。 美国著名分析员。 本周发表了一幅自2015年以来的美股走势图。 警告投资者要小心了。 他说,标指在过去4年的走势于1933-1937年。 美股四年间反复上升的走势关联道竟达94%,即两条走势有94%相似。 更经的是,连经济基本因素都相似。 就是联储局处于收水状态。 经济扩张周期处于末段。 通胀开始升温。 换句话说,目前政策出错的风险非常高。 历史为市场提供了明确的后果。 当年标指在1937年见顶。 之后近乎直插至1938年。 累错55%。 讲到美股。 当然要提一提社交媒体一哥非泄伯。 其股价周四7月26日暴嵌约两成。 市值一下指袖失1200亿美元左右。 创下美股史上个股最大单日蒸发纪录。 历史将称2018年7月26日为Facebook星期四。 要数到上次类似的单日惊吓事件。 当年为1993年4月2日。 史上称为万宝路星期五。 当日股价就跌百分之二十。 主要是涉及香烟竞争的问题。 与今次Facebook类近的地方是。 当年的股价大跌也是因打碎了投资者的增长梦。 在股价未大跌前。 该公司在1980年代以来都处于增长状态。 投资者认为增长会持续下去。 并给予高估值。 到最后,股价需要1.5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收复单日暴嵩的跌幅。 更须注意的是。 科技股为近年热炒主题。 市场包括Facebook、苹果公司、亚马逊以及Google母公司。 不过,无论是今年9月底都会被解体。 外国传媒早已报道。 由于全球行业分类。 标准GICS的大规模变更将在9月28日生效。 追踪电讯。 科技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的基金。 尤其是交易所买卖基金ETF。 将不得不在这日前调整手上持股。 估计涉及数以10亿或8亿计美元。 由于Facebook及Google母公司将不再属于科技类别。 而是被划分到电讯和媒体类。 而且各基金占被划有变。 故市场预计大型科技指数基金的股票沽盘。 或在9月28日前的最后关头大量涌现。 可能远超过电讯基金的买盘。 或导致股价大幅波动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